大咖马上就要进来了 神秘嘉宾已经现身啦 芝威 这就是我们芝威的大咖 大家可以欢迎一下 带我们刷起来 大家好 好我们的直播待会就要正式开始了 好 各位贵宾下午好 感谢大家在版盲之中 抽空参加2020G微信屏在线发布会 我是本次发布会的主持人 充电投网充电一姐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也很荣幸的邀请到了 芝威科技行销及业务副总林银正 林副总来到我们的现场 哈喽您好 哈喽 各位好 对 跟我们观众打个招呼 欢迎您的到来 有了解到您今天也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演讲内容是吗 是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期待一下吧 2020年呢是很不平凡的一年 现在随着疫情逐渐的趋缓 后疫情时代的传输新趋势也成为大家注意的亮点 首先 如何让远端在家工作人能够快速的处理文件 并且及时的共享资讯 引发了大家的思考 同时 由于在家的时间变长 大家对于娱乐休闲装置的需求也突增 缩短资讯交流与分享 所需的时间以及生产集成度更高的多媒体产品 将是接下来市场所关注的焦点 与产品开发的趋势 智威科技与今年领先同业 首先发布了全球第一科 针对多媒体影音存储的桥接晶片 GMS 581 获得了市场 热烈的回响 而今天的发布会 我们智威将与各位贵宾一同分享 智威应对后疫情时代市场的新策略 以及对应的晶片解决方案 希望能启发各位贵宾 对于影音多媒体产品的不同想法 与观点 智威也期待借由这次机会 能与各位贵宾一同交流 激荡出更多新的观点 研发出更多样的存储产品 为后疫情时代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此也非常感谢各位 在座的各位合作贵宾 以及媒体老师对本次发布会的大力支持 现在我宣布 2020智威新品在线发布会正式开始 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智威科技董事长 刘立国刘董事长 为我们今天的发布会揭开序幕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采三方合作的方式提供客户完整的适配方案来大幅降低开案成本 因此在面对大环境分秒的变动 资料存储与传输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时 自为科技已做足了万全的准备 透过完整的产品线提供客户更高速 更稳定 更安全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谢谢您的时间 请轻松观赏自为同仁为大家带来丰富的内容 好 非常感谢刘董事长精彩的开幕致辞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演讲贵宾 智威科技行销及业务副总林明正林副总 为大家带来后疫情时代智威的新战略布局 哈喽 各位线上尊敬的客户 伙伴们 好久不见 大家好 我是智威科技营销及业务副总经理林明正 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 智威没有办法在深圳办发布会 因此我们采用了线上直播的方式 一方面向各位发布推播智威今年及明年要发布的新产品 新技术 一方面也希望利用这个平台和各位交流 接下来也请各位指教 回到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后疫情时代智威的新战略布局 今年是对大家来说是很艰困的一年 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是又深又广 也逐渐在改变各个地方的政治及机器活动 对于这个变局 智威一直在观察 一直在应变 很快到了2020年年底 变会者三个主要的影响因素 各地方式稍微不同之外 跟效果不同之外 各地从仓皇应对 积极控制 逐渐适应到目前加紧推出解决方案 也就是疫苗的方向 大致都一样 那在这个期间人们的生活大部分受到根本上的影响及变化 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产业供应链 营销模式 或者是终端消费习惯都在这个期间产生值的变化 那么我们认为疫情过后 也就是后疫情时代 这些变化会留下 并且成为新的经济活动方式 那么再来 由美国特朗普政府单方面推动的单边保护主义 很大程度影响了原本全球的平衡态势 在美国单方面认为 不想再继续吃亏下去 不想在无偿的做所谓的世界警察的态度下 那么赤裸裸的要价 要付费的所谓的美国利益优先的策略 在今年很明显的造成了区域性的壁垒 跟利益的冲突 台湾这边常说这么一句话 经济是政治的延伸 这也是为什么在观察经济趋势时 首先 我们要先确认政治情势跟趋势 可预见的 有美国发起的单边保护主义 会延伸至各国 各经济体的单边保护壁垒 那么影响经济活动最剧烈的就是 各国可能会兴起的关税障碍 那么最后呢 中美之间的冲突关系 在美国把中国从竞争关系提升到对抗关系开始 两个制度 两国人民生活 文明程度乃至科技发展的比较 两边所代表的利益圈等 都将会是对抗的元素 中美两国之外的其他地域 国家 都将被迫卷入这一场对抗之中 或合状或连痕 讲完现状 我们谈谈未来可能的趋势 分两个层面来分析 我简单会诊如下 第一 如前一页讲到 疫情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控制 或许人类必须习惯和新冠肺炎病存 就像流行性感冒一样 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会产生值的变化 去适应这一个新的世界 因此我们认为在商严商 任何能有效控制解决疫情所带来不变的政治制度 科技方案 商业活动 营销模式等等 都将会成为主流 第二 中美的对抗关系 经过美国新一轮大选之后 如果没有降温的趋势 那正如许多趋势观察家所预言的 新的冷战高墙已然足起 全球由互联网联起的一个平面的世界的现况 极有可能被正面引擎的高墙 隔成两个世界 两个经济体 那对于其他区域或国家 可能必须有两套方案来应对 所有的政治经济活动 简单来说 举个例子 美金体系的活动跟人民币体系的活动的布局 就必须不一样 那继续承接上一页啦 面对这样的变局 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我把格局缩小到我们所处的产业 从自为的角度看到 台系的芯片厂在中国的市场布局 可能面临的挑战会有哪一些呢 第一 中国的市场巨大 那是毋庸置疑的 由中国带领的一带一路国家们所延伸的 可能的增量市场也是可以期待的 那么台系芯片厂想做 能做 这是一个机会这样子 那第二 由中美冲突带起国内 国产化芯片热潮在2020年 完完全全不受到疫情的影响 这我听说连卖鱼的 养鱼的 只要找到芯片开发的项目 都可以去募资 申请补助 自为在国内也有不少客户 特别是我在和行业级别的客户 访谈的过程中 他们对于国产化 去美化的态度 已经是确认的 完全的去美化 只是时间上 或者是方案上承受到的问题而已 台系的芯片厂在这个时候 有的是一个机会 因为最少不是被认为是美系 只是尴尬的是 也不完全被认为是国产系 因此台系芯片厂在不久的将来 纯国产芯片成长起来后 也会面临血统是否纯正 优先级别选择的问题产生 更进一步谈 要想用同一套供应链体系 面对中国所代表的市场 及非中国区市场 恐怕会有两难及取舍的困境 那么要从分别经营中国市场 来看两边所谓的淡忘记起伏脉络 经过这些年来的循环 已经很明确的可以说那是不同的了 台系的芯片厂的营销及生产部门 是否能有效的管理 分配两边的 两边不同 两边所代表不同的淡忘记趋势 从源头的技术开发 供应链安排到营销策略的部件 做符合两边的布局安排 那是所有台系芯片厂所必须要面对 也必须要有对策的一条路 那再来谈到上游的供应链 我想大部分客户在今年的第三季度 开始就有收到由上游交期延长的状况 到了现在第四季情况已经明显的更加恶劣了 我们可以预见明年一整年上游供应链的状况 会长期处于缺货交集厂的循环当中 特别是和电脑周边相关的芯片制程 85奈米55奈米28奈米 这些影响会最剧烈 至于造成如此状况的原因很多 我不在这边赘述 个别客户有兴趣了解的可以私下找我 因此所以我们认为明年乃至于后年 台系的芯片厂在中国的市场仍然巨大 且成长的状况下 去美化的动作是确认了而且加大力度 纯国产化芯片尚未成熟的以上等等的 累积的这一段的黄金空窗其中 谁能够掌握上游供应验资源 谁就能够站稳 战略高地 那么智维看到了这些变化趋势 接下来会怎么布局呢 我们从三方面来说 首先我们谈智维的芯片开发策略布局 智维是芯片设计公司 技术绝对是智维的根本价值所在 我们认为后疫情时代新的经济活动 会产生新的应用场景 而这些使用场景对于高速安全稳定的桥接芯片方案 需求是绝对可以期待的 因此我们不间断的开发新的更好的芯片方案技术 这条路是一定会走的 稍后会由智维研发处长刘明达先生 为各位详细说明 另外我们计划在未来两年内 完整所有高速安全稳定的 桥接纯组芯片的产品线 我们期望建立一道属于智维的 纯组桥接芯片长程 那么后续更详细的说明 会由智维的产品计划及策略处长 陈正伟先生为各位说明 那么除了纯组桥接芯片之外 智维也将在近期公布 已经秘密布局的三年 我们认为是领先全球技术 全新的应用场景的芯片产品线 请同我在此为各位先卖个关子 再来是供应链策略 前面提到明年开始 谁能掌握到上游供应链资源 谁就能站稳战略高地 智维一直以来和台积电合作密切 以战略型先进技术 及制程合作为基础 因此对于智维厌厂来说 除了市场份额比重 是进入其策略客户名单的选项之外 是否具备先进技术 并和台积电合作前瞻性技术 及制程的客户也是必要条件 智维正符合这两个必要条件 另外为了配合符合分散风险 集中资源的策略 我们将逐步分割中国 及非中国区的业务及供应链体系 我们将合适且有效的资源 投放在个别的市场体系中 创造出自我自为一向以来 灵活弹性的空间跟价值 最后是智维认为 也在默默进行的 避走的中国本土化策略 智维于2018年在深圳 重新成立的智维芯片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是台湾的分公司的意思 目前以服务跟支持 国内客户的技术及销售为主 在去年我们将办公室的空间扩大 我们加设了一个大间的实验室 一个烧机房 人力也从原本的台湾派任为主 逐渐改为本土聘任 这个是我们本土化的第一步 再来的目标我们会放在 加大中国区的人力 技术等资源的投资布局 并拓展和同一业的 战略销售和技术结盟 我们希望可以建立属于 智维芯片方案的生态链 因为我们深知也深刻 我们可以建立属于 国产化芯片供应链必要且关键的一步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报告内容 好 非常感谢林副总的精彩演讲 智维和伙伴们共创存储高峰 一起走过了19年来的岁月 未来智维也准备好了 更快速安全稳定的产品 跟一站式的服务 和现场的各位一起再创高峰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今天的第二位演讲嘉宾 智维科技产品计划 及策略处长陈振伟先生 陈处长将为大家带来 智维科技对于外接式存储市场 趋势的看法 以及最新的产品规划布局 大家好 我是智维科技负责市场 与产品规划的Karen 有参加过前两年智维科技 产品发布会的人 对我应该不会太陌生 这次一样由我来向大家说明 这一年来 整体存储市场的变化 以及在这个变化中 智维科技如何的规划 并进行相关的产品 与市场布局 智维科技 与在场的多数人一样 是致力于外接式 存储相关产品的销售与推广 我们在市场上提供 一系列的芯片解决方案 而与我们息息相关的 极为传统机械式硬盘 以及近几年兴起的 SSD 这两个市场的变化消长 对我们的产品规划 与发布其成有着很大的影响 首先 整体的硬盘市场 因为SSD的兴起 呈现逐年的一个下滑 那就目前来看的话 整个的下滑似乎还没有见底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希捷从2018年开始 因为一系列灵活的市场操作 所以在整个的一个出货占比上超越了希素 成为市场上最大的硬盘制造商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 希素则是将整个的产品重心 以往的大容量硬盘市场 并以HGST 这个品牌为主要的销售 就目前我们手边所收到的一个讯息来看 我们认为整体出货的衰减 将会在2022年左右趋于稳定 那之后应该不会再有大幅下滑的一个情况发生 那看到硬盘市场近几年的一个大幅衰退 对我们来讲是值得留意的 那我们也一直在思考这个生意真的还可以做吗 左边这张图是2019年年底 由全球最大的硬盘转轴厂日本电产所做出的一份报告 那这份报告以及数据稳定了我们对市场的一个信心 从报告数据来看 即使整个硬盘市场在这几年的一个快速出货下滑 那对于将硬盘应用在外接存储的这个领域 并没有多大的一个变化 这几年来反而是相当的一个稳定 一年大概有1亿颗左右的一个市场需求 那这1亿颗当中的话 三大硬盘品牌厂大约占了45% 那我们再进一步的细看 右边这一张图的话 是另一间调研机构 针对硬盘尺寸的出货所做的一个预估 在这里面有两件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第一的话就是原本出货畅旺的2.5寸硬盘 因为SSD的一个兴起造成整体出货快速的一个下滑 那这里也是整个硬盘里面受到SSD影响最深的一个领域 那预估在2022年开始的话 整个2.5寸硬盘的出货 将会更明显的对应到外接硬盘市场的一个需求 也就是说将来2.5寸硬盘的最主要市场应用 就是我们的一个外接存储 那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在一片的出货衰退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3.5寸以上的一个硬盘 其实衰退并没有那么的一个明显 那也就是代表着整个企业级跟各类云的一个使用 是在逆势成长的 那接着我们来看这几年存储装置在笔记本电脑上的一个变化 那可以看到的话 确实在SSD普及之前 笔记本电脑是以机械式硬盘为大中 那仅有少数的高阶与苹果电脑 是搭载SSD 那这个情况的话在这一两年快速的一个翻转 现在反而是只有在特殊应用与特殊要求的一个规格上的机种 才会搭配机械硬盘出货 也因此在整体存储媒介的出货上面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样子一个趋势 今年是SSD首次超越机械式硬盘 就是它整个的出货超越了机械式硬盘 那我们认为在往后的日子里 这个取代是不可逆的 而且是不仅限于在PC的这个领域上面 那在看完整个存储市场数字的消涨与变化后 我们再回来看看今年的一个情况 那因为无预警的新冠肺炎疫情 那居家隔离居家办公变成了险学 连在因为都在家里 因此整个宅经济大爆发 整个市场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那也逐渐改变我们原本熟悉的一个市场 以及产品的销售 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我们认为这个是长期不可逆的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也观察到有几个项目 正在高速的一个成长 那自为便依据这些项目 来逐步的调整我们在市场的推广 以及产品开发的方向 最后我们回顾一下去年向大家展示的 自为产品战略布局图 在自为的技术与产品开发上 我们可以发现恰恰好符合了 我们前面所讲的几项新兴的市场 以及应用需求 尤其是针对更多盘位支持的云应用 以及需要资料保全的磁铁正列技术 另外针对个人使用的更高速传输 和支持SSD的芯片开发 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上面列的方向与技术 那我们现在正在加紧脚步的一个开发 我们希望这些应用领域的一个芯片 以及解决方案 能够早日的在市场上推出 并且能够让各位能够尽早的一个使用到 那如果大家在接下来有任何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有更想要深入了解讨论的一个地方 也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 最后谢谢大家 好 非常感谢陈处长的精彩演讲 那小智消费者中小型企业大智正企伺服器的应用 所带来的资讯爆炸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新兴应用需求 谢谢陈处长分享存储市场发展的趋势 让我们期待智威规划的新晶片 能为我们带来有别于以往的资料存储体验 那林副总 今年呢因为疫情关系 许多科技业展都取消了改为在线会议 听说智威也有为了Computex拍了一部小影片是吗 是的 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今年大家都出不了门 所以但是我们研发新产品的步伐并没有变 那因为没办法办展 所以我们也就在智威的家里面 就拍了一些新产品的短片 那这是在线的Computex 那我们是希望这个新的东西 JMS581这个产品 可以快速的让客人知道 所以我们也针对这个也做了一个小短片 那希望在这边可以分享给大家看一下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看一下 JMS581的小短片 请大家仔细注意影片中的一些介绍 接下来我们会有有奖争达哦 JMS581是JAM Macro's newest product of 2020 It is a single chip solution that can support multimedia interfaces The upstream port provides a USB interface and it can deliver the speed performance around 10GB per second The downstream port supports for three different interfaces They are SD7.1, PCIe NVMe, and SATA for storage devices such as hard drive, solid state drive, ZFest, CFexpress, SD7.1, and legacy SD memory cards Next is the most essential function of JMS581 That is the offline file copy The offline file copy is designed by Jmicron ourselves This function enables to copy and backup the files between different interfaces Third, JMS581 supports multi-long function It is able to execute the simultaneous operation in different interfaces and data rewrite First, for data safety consideration JMS581 also supports disk clone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data privacy In order, JMS581 can support the copy of all different file formats Including videos, photos, music, even Bing files But not include the system attribute All these files and data can be backup to different storage devices Such as SSD, hard drive, and different memory cards JMS581LT is one of the product family JMS581LT is a single-chip solution for multimedia interfaces Including PCIe Gen3.2, SATA 6GBps, and the new SD7.1 specifications All these interfaces can perfectly support the variety of memory cards Because of the support for multi-long All these interfaces are able to operate simultaneously JMS581LT is a light version of JMS581 D due to different product functions and applications Now, let's cut to the chase and see what's special about JMS581D Firstly, JMS581D is a single-chip solution for dual interfaces It's upstream port provides a USB interface Which data speed can reach up to 10GBps And the downstream port can connect to both PCIe and VME and SATA interfaces The PCIe port can easily achieve a stable speed above 1000MBps It also supports multi-long function Moreover, to ensure your data is protected and safe JMS581D is able to clone all the data from the disk to another And provides the easiest way to backup and secure all your information JMS581SD is JMacro's latest SD7.1 card reader solution in 2020 JMS581SD is a single-chip solution that can support USB 10GBps to SD7.1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JMS581SD is the worldwide first bridge controller for this newest SD card specification in the market Speaking of the amazing performance of SD7.1 SD7.1 is because of the future of SD's price SD7.1 represents a whole new world of uses and allowing for backward compatibility with older devices And full back to the UHS-1 bus as well SD7.1 elevates maximum storage capacity First from 2TB to 128TB with the NUSD Ultra Capacity specification I'm Katrina, the product marketing of Genmicron Technology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and support Let's see on the way GodKnowik foram also 3 Kaufs Don't you out here Well your only one hehehe memang Look GEMS581的功能与应用 那想请问林副总 GEMS581系列芯片都已经量产了吗 目前市场的反应如何呢 GEMS581是一个 刚才我们的同事在介绍 它是一系列的产品 它分了好几个紫芯片 那么其实今年已经 今年算是自为的大作 那我们在今年第三季已经量产了 而且很快应该在国内的一些渠道 京东天猫 我们的客户群都会很快在推上这个市场的 相信大家很快就会看到这样的产品 那大家那个媒体记者朋友们 应该很期待去使用了 接下来让我们来一波有奖的互动环节吧 好那请问刚刚影片中介绍到的是 自为今年推出的最新桥接芯片吗 它是一颗单芯片可以作为多媒体存储使用 那请问它叫做什么呢 我们的弹幕中可以刷起来了 这次我们送出 送出多少份奖品呢 我们送出十份奖品吧 分别分两次 一次抽五个 大家有打错的哦 要去问大小写啊 嗯 但弹幕可以刷起来了 好我们倒数三个数 弹幕不够多我们继续刷吧 我们的奖品是笔记本 笔还有环保袋 好我们继续刷起来 第一个是同罗衙门 第三个是 比利55208919800 第四个是 第四个是 合川新科技 第五个 比利22969483848 恭喜以上五位朋友 可以添加小助理的微信 请充电头2015 充电头2015 好大家可以继续刷 我们再抽五个吧 GMS581 大家怎么 好来了 GMS581 这是这位推出的新品 好 321 那我们跳过吧 合川新科技这位朋友 已经抽到很多了 我们下一个 比利55208919800的朋友 第二个是 卖卖土豆 第三个 第三个是 好名字都给我 第四个 开拓冒险家 芒果小王子 第五个 狂奔的狮子来了 好 恭喜以上五位朋友 是五个吧 对没错五个 可以添加小助理的微信 充电头2015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 我们的奖品升级了 还送出了很多充电头 大家可以积极互动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弹幕中刷出来 我们的小助理会统一收集好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的精彩继续 接着我们将有请到 智威科技研究发展中心处长刘明达先生 刘处长将为大家说明 智威科技的技术发展与规划 各位大家好 我是Kevin Liu 目前是智威科技RD中心处长 很高兴能借由这次线上发表会 来分享智威科技新一代chip的主要功能 NVNE RAID 目前NVNE SSD在市面上越来越普及 因此资料保存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也越来越重要 智威科技新一代chip 586 将支援这功能 接下来我会介绍NVNE RAID的功能和586 从Functional Broad Diagram来介绍主要的功能 首先介绍没有RAID功能的Diagram 连接USB Host的Upstream Port 目前支援USB 3.2 Gen 2x2 20Gbps 连接PCIe Device的Diagram Port 目前支援PCIe Gen 3x4 32Gbps CPU同时也upgrade到32bit 可支援更多的功能扩充 这chip同时也支援AHCI SSD 让使用者可插入NVNE SSD或AHCI SSD 来连接电脑 方便使用者使用 接下来介绍有RAID功能的Diagram 连接USB Host的Upstream Port 可支援USB 3.2 Gen 2x2 20Gbps 而连接PCIe Device的Downstream Port 可分成两个Port 并支援两个PCI Gen 3x2 利用这两个PCI Port 来支援NVNE RAID 0 1 JBar 接下来我会介绍586 586有四种Configurations 有基本型的586 全功能型的586R 主要针对Clone和Elase功能的586U 和主要针对HCI功能的586A 首先介绍基本型586 它是583的下一代 主要针对NVNE only 传输速度从1GBps 提升到2GBps 主要归功于USB3.2 Gen 2x2的速度提升 586R是全功能的chip 除了支援NVNE之外 还有AHCI和RAID功能 包含了RAID 0 E JBar 同时也支援Clone和Elase DoD 从右图 586RAID 0 除了可扩充储存容量 同时也增加striping size 来提升传输速度 RAID 1除了MILO功能可保护资料 当其中一颗Disk有问题 要换新的Disk时 会启动Review功能 来自动备份资料到新的Disk 且尽量不影响目前传输的情绪下进行 586U是主要针对Clone和Elase功能的chip Clone功能不需要接电脑 由586U硬体直接进行拷贝 因此拷贝速度大大提升 使用OneButton就可进行NVNE SSD和NVNE SSD拷贝 或者NVNE SSD和AHCI SSD拷贝 而Elase功能则符合DOD标准 DOD的标准是美国国防部制定 目的是让Elase资料无法被恢复 来达到资料安全性 586A是主要针对AHCI功能的chip 基本型是两个PCI Gen300chip 可在POR0接AHCI SSD POR1接NVNE SSD 达到host可同时在这两颗SSD传输资料 另外可客制化SinglePORPCI Gen300chip 同时支援AHCI和NVNE 当使用者插入NVNE SSD或AHCI SSD来连接电脑 586A可自动侦测插入的device 让使用者方便使用 以上是586的介绍 谢谢 好 非常感谢刘处长的精彩演讲 高速的传输规格跟界面是大家不断在追求的 但是刘处长的分享也为我们说明了在享受高速资料 资料传输之余所面临的 GEMS581系列产品 新生产品计划专员莫访于为大家进一步说明GEMS581系列产品 GEMS581系列产品 GEMS581 GEMS581系列产品包含四种不同规格 这四颗IC只有不同的功能及产品应用 下面我将会一一为您介绍 首先是全功能GEMS581 它是市场上首款单芯片多媒体存储接口 结合拖机卡贝功能的桥接控制器 上游端口连接USB接口 可以提供10GB per seconds的传输性能 下游端口则支持三种不同界面 分别是PCIe Gen3x2 SATA 6GB per seconds 以及最新的SD7.1协议 这些接口能用于不同的存储设备 例如硬盘 固态硬盘 CFEST CFSPRESS SD7.1 和旧有的SD存储卡 同时 GEMS581还内建由智文芯片自行研发设计的拖机拷贝功能 透过这个功能可以实现不同接口之间文件的拷贝和备份 持续简单操作 进行大幅简化备份流程 另外 GEMS581也支持Multi-Line功能 可让不同接口同时执行操作和数据读写 大大的提升工作效率 出于数据安全考虑 GEMS581还支持磁盘克隆 让用户可以将一个磁盘的资料 克隆到另一个磁盘中 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最后为了保护数据隐私 GEMS581也支持TCG OPPO指令信道 可支持加密存储碟的读写 GEMS581也是一款单芯片 多媒体存储接口的桥接控制器 同样的 GEMS581上游端口连接USB接口 可以提供10GBps的传输性能 下游端口则支持三种不同界面 分别是PCIeGEN3x2 SATA 6GBps 及最新的SD7.1接口 同样能与多种不同存储设备连接 例如硬盘、固态硬盘、CFEST、CFSPRESS、SD7.1 和JUO的SD存储卡 GEMS58LT也支持MARTELUN功能 能使不同接口同时执行操作和数据读写 并且支持TCGOPPO指令信道 可对加密存储碟进行读写 接下来是JEMS581D 它是市面上首款做到真正能支持双协议接口的桥接控制器 其上游端口提供USB10GBps传输速度 下游端口则可同时连接到PCIe NVMe和SATA接口 由于芯片内部的特殊设计 使PCIe和SATA两接口能够独立入行 用户可以同时连接两个存储装置 并可轻松地将文件从一个存储装置中 可能到另一个存储装置中 能完美地提升使用者体验 同时JEMS581D也支持TCGOPPO指令信道 可对加密存储碟进行读写 而JEMS581SD是行业内首款 支持USBJetSD7.1接口的单芯片读卡器解决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SD7.1加入SD Express协议 并导入PCIe NVMe协议 来提供更快的传输速度 最大理论值可达985MBps 为高级存储卡带来了新的机遇 而它不仅能够完美地支持最新的SD7.1规范 还能透过使用UHS-1总线接口 来向后兼容具有的SD存储卡 为了满足未来几年不断增长的存储需求 SD7.1同时支持最新的SDUC规格 将最大存储容量从2TB提升到128TB 具有刚才介绍的产品规格及功能 JEMS581系列产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产品应用 JEMS581可设计成为专属创作者的便携式现场备份存储装置 配别适合高产大量媒体数据的用户使用 JEMS58LT集成多种存储接口为一体的特色 则可设计成多功能读卡器、扩展屋 或是NAS OTT基顶盒的存储扩展的离箱解决方案 它能大大的提升存储容量和产品的使用体验 而JEMS581D的双协议产品特色 则适用于结合克隆功能的双接口外接盒 或老鼠尾巴的扩展屋 JEMS581SD则是专为SD7.1读卡器而生的一款桥接控制器 由于JEMS581这四颗IC皆采用了先进的设计 因此能够简化电路板设计 并能很大程度上的降低Bong成本 使产品更具竞争力和优势 这些产品可适用于多种应用场景和用户 例如职业摄影师、航拍机玩家 及影音文案创作者 这些需要储存和备份大量数据的用户们 智维芯片寄履于各种革命性产品的研发与设计 创新的路上与您并肩同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好 非常感谢莫专员的精彩演讲 智维芯产品JMS581于去年年底已经发布 今年已进入量产 那也期待智维芯品多功能传输整合而易的应用 能够获取更大的市场 呃 林副总 最近科技业动荡不断 您对国产性自主化也相当的重视 关于这一部分 智维是否有开始做出一些策略布局呢 是 那个救度团我刚刚在我的 呃 那个 我的PPT上面有提到啊 就是智维对国产化的策略 已经有一定的步骤 那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跟 呃 国产的CPU 的适配 还有做参考线路这部分 我们有做一些投入这样 那么去年大概花了一整年的时间 那我们有得到一些初步的成果 那我们认为 呃 这条路跟这个趋势是不会变 那智维就越早进来 越早跟国内的 呃 呃 ソC 芯片做更紧密的合作 那个这个 才会有一些未来才会有路 那CATI 是我们 呃 呃 公司负责 这两年负责这一项专案的专员 那他等一下会有比较详细的解说 那接下来我们将邀请最后一位演讲者 智威科技资深产品计划专员施佩婷 施专员负责与中国自主研发芯片厂商 进行策略合作平台的适配 为客户提前准备好所有的国产化应用适配 接下来他将为大家说明 国产化 国产新策略伙伴与智威的国产布局 嗨 大家好 我是CATI 我是智威科技的产品计划暨策略专员 那今天我的部分是要带大家了解一下 目前智威的国产新策略 那主要是因为从2018年 中美贸易的小火花开始点燃之后 持续到了今年 每分每秒的变动都撼动了整个半导体 科技业 金融和许多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那智威科技从2019年开始深耕在国产新的合作 那今天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的策略 跟接下来的步骤 事过境迁 环境变动 那经过将近三年的胆战心惊 从中美贸易所延伸出来的华为禁令 中兴禁令所引发出来的寒蝉效应 让原本和美系公司密布可分的厂商公司 那他们开始会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额外的就是在美系解决的方案上面呢 因为美系厂商的品牌过大分支过多 那造成服务啊技术等等是无法及时提出快速又有效率的解决方案 那所以技术支持不佳 那再加上政府的合作阻碍上面呢 基本上这就是开启了一场充满障碍的马拉松比赛 那这场马拉松是需要时间来证明 到底胜利者不只是要撑得久 还要在技术上面要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那这里面就包含了需要提升自主能力 那因此可以知道中国新的厂商呢 在自主研发晶片上面花了蛮久的时间 那主要是以主流架构X86跟ARM系统为主 那前期呢是跟原本的美系厂商去做合作 那后期就是采用自主开发 那基本上他们就是除了有采用先进制程以外呢 更加的就是把产品线整个完整度的扩大 那想要让他们提供给接下来的客户的解决方案呢 可以更完整 那额外的就是呢 最大的变化就是生态链的重组 那上下游的合作在面临的重重阻碍的时候呢 人要完成合作 他们需要重新的去增加厂商之间的黏着度 那也因此在供应链生态链上面 就会寻求一些非美系的厂商 所以是整个大洗牌 那额外的就是会重视适配性跟产品完整度高的厂商 那包含开案前的适配等等 那或者是技术支持可靠性家的厂商都会列为他们新的合作对象 那接下来这一页呢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新生态圈里面几个较主流的厂商 像是海光造星飞腾 海思昆蓬升威龙星红星等等 在这些厂商里面的主要客群 主要是针对了政府跟企业单位为主 那应用上呢 则是针对服务器、嵌入室、桌面办公为主 那前面我们有提到 他们一开始都是以授权技术为主 后面开始加入自主研发的技术在里面 那中国新呢 布局了近十年之久 在这十年呢 除了提升自我的能力以外 他们也开始针对周边 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 也开始提高他们的适配性 那智维科技呢 也在2019年开启了与中国新厂商一系列的策略合作跟适配性活动 那接下来呢 要与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智维在这两年所选择的中国新策略伙伴 那里面目前有造星、海光、飞腾是已经完成适配的 那还有现在正在进行中的升威 那会选择与造星合作主要是造星呢 它除了是十二五计划的核高级项目指标性以外 它的市场锁定在国家计划 所以它的客户群是以政府跟一些大型企业为主 而外的呢 在它的技术上面一开始是授权VR的 那采用较核心的X86技术 那会选择海光的原因呢 主要是因为它的母公司是曙光 所以它在商用服务器市场已经奠定了完整的基础 那它主要是采用AMD的设计 那也是以X86设计为主 另外一个就是飞腾 飞腾它除了是十一五计划 也是核高级项目的指标代表以外呢 在它的背后关系企业就是中国长城电脑 因此在一些商用服务器啊 它正气迁入商用应用上面呢 它的产品完整度非常高 那它所采用的设计就是采用ARM的设计为主 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间厂商在中国性生态圈里面 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那至为呢 从2019年到今年年初呢 积极的与这三间厂商做联系 那我们在2020年已完成了三间平台的兼容性适配 那并且成为了AVL历史上面合格的厂商 一步一脚印 接下来会跟大家介绍智维的每一步 来定位智维科技在中国性生态圈的角色 首先呢是智维星球 智维科技的桥接芯片拥有高产品完整度 除了新推出的JMS581一系列芯片以外呢 陆续会推出JMB586 USB20Gbps 和JMS591 带RAID功能针对MatiBet Storage 这些都是我们为客户所想好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接下来呢智维科技呢 也看到多盘位的应用场景 像是服务器 Servilience NVR DVR 因此呢我们也推出了对应的产品 像是JMB575 JMB575572 JMB585582 来符合MatiBet客户端的应用 最后一项就是即时的技术支持 也是智维科技一直给我们客户的承诺 下一步呢就是策略评图 智维部署了两年的时间 与中国星的兼容性 已完成了交叉验证适配 并且成为了AVL里面的合格厂商 接下来呢就是客户信心 那智维已准备了完整的 与中国星兼容性的测试报告 因此在客户开案时 可以大幅的降低了人力 时间 沟通上等等的成本 也形成了一个三方共同合作 陆续呢只要有中国星的新平台推出 智维都会抢先完成平台上面兼容性的适配 并且提供报告给客户 然后呢就是智维的最后一步 多样性应用场景 智维呢已经推出了一系列 针对单盘位应用的解决方案 现在针对新目标的个人云 企业云跟正气服务器 所推出的JMB585 582 针对了大容量档案的存储 跟JMS 581 来针对多媒体影音的存储 跟JMB 586 跟JMS 591 Direct 可以安全性做备份的资料存储 这些都是提升了智维在产品线整个的完整度 也提供客户更有多样性的应用场景 然而呢 在储存蓝图的最后一步 今年遇到了疫情 那在疫情底下呢 也在市场上产生了一些变化 像是因为在家工作时间变长 需要做一些远端资讯处理 那像是NAS个人云啊 服务器的需求也提升了 那在家时间增长了之后呢 大家也需要一些娱乐性质的东西 像是电视盒子啊 smart home的装置 或者是gaming等等 这些也出现了很大的需求 另外呢 就是NVR跟DVR 还有远程超控系统 因为呢 在远端监控呢 同时也可以搭配着热项感测器 去监控是不是有人发烧啊等等 这些的应用呢 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再次成为亮点 不管呢 疫情有没有发生的情况下 自为的产品布局呢 与整个市场趋势皆为一致的 那随着接下来的几年呢 中国星会在更多的应用场景领域 开花结果 那因此自为也提早了做好准备 接下来自为也会开始积极的完成 与其他中国星的适配跟策略合作 为我们的客户呢 一起创造共赢的生态圈 谢谢大家 好 非常感谢Catie带来的精彩分享 也非常感谢智慧科技的主管和专员们 对于市场以及产品的交流分享 那直播过程中 我们也有收集到一些问题 现在有请智慧科技的林林郑林副总 来为我们回答 有粉丝说 全球资料存储急剧暴涨 针对超大型存放区 我们有哪些计划和产品布局呢 是 我觉得这个问的非常专业 基本上超大型的存放区的达成 一般有两条路径 一个是存储装置技术引进 会使单一存储装置的存储容量大幅提升 第一个是破冷 第二个就是要增加存储装置的数量 也就是盘位增加 这样才可以达到超大型存储去的需求 那 智慧是有一些计划 像刚刚我们陈助长讲的 那个产品的规划上面 就带到一些芯片 那接下来 智慧接下来的发展重点 其实我们在国内的布局有一项大项 就是服务器的存储装置的应用 那这个就我们的调研来看 在服务器的存储装置上面 对于多盘位的桥接芯片的需求 而且要有继续的迭代 然后可以 这个是一条趋势违变 所以我们会针对这个趋势 去开发支援更多盘位的桥接芯片 这个对接下来的服务器 服务器的装置的发展 也是同一条路线的样子 那现在我们在量产的几个芯片 比方说ZMV585、ZMV575 其实就可以用在服务器上面 除了大型的服务器上面还有现在的NAS 网络存储器 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 其实现在大部分都要在家里面上班 或者说除了中国跟台湾 除了大中国地区之外 其实海外地区 其实现在大部分都还是半封闭 或者封城的状态 所以这种宅在家里面上班上学 然后要用到私有云 或是半私有云、公有云这种设备的需求 会很大这样子 那这种设备用到我们同系列的芯片 比如说5857这种芯片 其实也是很多这样子 那我们认为 接下来这一两年之内 这种需求还是会持续的上升 好的 谢谢您的解答 还有朋友问到 随着5G技术的逐渐成熟 它会给存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未来NAS产品热度将会怎么样吗 简单来说 其实5G开通的时候 就是速度会变快的样子 因为频繁打开了 所以速度变快之后 它要的是更高速的东西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一直在高速界面这边 高速接口 高速界面技术这边 一直在做耕耘 从高速省电 可稀式稳定 这些特性 我们一直往这边再做 那其中因为5G打开之后 就是对更高速的这种需求 会越来越重要 那另外一点说 媒体界面从SATA到PCIe 也是往更高速去 那我们的重点研发项目 其实就是往更高速的界面区 那我们认为这个是 是对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 有关于NAS 那呼应刚刚第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居家办公 远端教学 社区隔离 这些东西都逼得大家非得用云 那原因有两种 一种叫公有鱼 一个叫石油鱼 那我们现在又发现一种叫做 介于公跟石之间的这种 半石油鱼系列 那其实这个都跟NAS有关系 那除了传统个人在用小型企业 甚至一些中大企业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不得不切切分约很多区块 所以这种NAS的产品热度 我们认为会在这两年之内 会越来越热络 只是说 现在NAS的产品 在普及上面 还是有一个软件问题 那所以我们认为 一个更简化的NAS的产品 可能会是一个市场的更重要主要 那我们的产品跟NAS 我们的芯片跟NAS 有相关的 就是刚刚提到的 就是JMP575系列 因为NAS有分单盘位 多盘位 用我们的桥贼芯片 可以去扩很多盘位出来 然后可以存更多的东西 而且速度频道也能够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一个市场 趋势跟我们芯片发展的 一个契合的地方 好的 我们现在有说到是后疫情时代 疫情对芯片设计提出了哪些新的需求 新的挑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思考呢 今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 我还是要这么说 就是说如果在今年7月份之前 我们这一行的人在看下半年的市场 是看不到的 是黑的 可是今年第三季底到第四季底出 市场整个反转 但是在前半年的市场激动 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全世界看到的是一个宅应用的发效 因为疫情 我们看到一些个人存储的新兴机会 跟契机 比如说电竞 今天上半年一直在谈电竞专用的存储装置 个人资料保全跟持续政策 个人云跟多媒体的存储 都是因为跟疫情有关系 刚提到就是说 因为都在家里面 然后5G也开始要有 所以对晶片设计来看 对我们来说 我们就是往更高速的技术去挑战 比如说从我们现在的5G 10G USB 5G 10G 到接下来20G 甚至到40G PCIe的3.0到4.0 这都是我们现在正在走的路 只是说我们的挑战是什么 就是以前芯片的迭代 大概是2到3年 但是现在被整个环境逼到 我们必须要缩短到1到2年 这样子 这个对我们来说 就会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因为人力物力并没有增加 但是市场的要求要缩短 所以如何在规格上面跟资源上面 跟设计的品质上面 还有量产世界上面 这边要取得一个平衡 这个对目前的芯片设计公司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必须要做一些讨论跟妥协 这样子 有的时候你开出一个非常好规格的东西 但是要3到5年 其实已经不是所谓的太同market 另外因为今年甚至明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人人的流动很麻烦 就像我这次来国内 就是要先待14天15天 然后回台湾又待14天15天 这样一次是28天 其实对会常常都不方便 那透过视讯 透过电话 然后因为现在很多企业都是跨国的 像我们公司在深圳有团队 在美国有团队 在台湾有团队 可是这几个团队之间分开分工之后 你没办法快速的流动之后 然后有一些技术就是分开的 那你要再做异地的整合 然后资讯的互通 这个对现在今天 芯片设计也来说 像我们这种公司来说 也是一个挑战 就是你现在的工具用的对不对 资源是不是能够同步等等 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 大家都会走出一条路 大概是这样 那还有人提到 智威科技即将陆续要推出的 GM-V86还有GM-S591 里面都有RAID的功能 刚刚演讲中也有提到RAID的技术 那请问有RAID 还有跟没有RAID的产品 现在市场虚势是怎么样的 应该这么说 就是智威的RAID的产品 就是我们讲 这些政策的技术都是 从头到尾是我们自己开发的 那如果以市场的宏观面来看的话 其实RAID的产品本来在市场上 它不是一个大量 它是属于 比较专业的客户在用 那特别是对资安 或者是对资料的保护 跟存储有特别的要求 才会用到RAID 那一开始 我们看到是企业级别的用户 他对于RAID的需求会比较多 然后再来就是安防监控这些客户 所以以RAID跟没有RAID的产品来看 RAID的产品 它的市场的份额比较小 没有RAID是比较多 但是我们看到的发展 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需要RAID 需要资料做保护 安全保护备份 这件事情的需求有被升高 就是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芯片的销量 在RAID的这种芯片 其实也在成长 那这些成长的幅度有多大 因为今年还没过 我们还在算 那我们自己 就是如同前面几位同事在介绍 有没有RAID的产品 在接下来的这一辆 会出来的就是JMP586 JMS590这种产品 就是直接带硬件的RAID 不是代表RAID 这是我们公司的特色 前面的议程也有讨论到 芝威已经开始积极的着手 国产新平台的策略合作 目前已经完成了三家国产SOC 那后面的策略布局还有哪一些呢 是这条路 首先讲这条路我们认为是对的 而且我们正在持续的扩大这件事情 如同刚刚我们的Cady同事 她说的就是 目前我们适配的这三家为主 那其实默默我们正在做的还有好几家 那这个是国产的CPU 那我们发现在安防监控这边 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关系 那原本是某一家独大的SOC 那也是因为这个关系 我们发现我们的客户开始在选用 其他国内二线的安防监控的SOC 那甚至他们主动来找上我们来做适配的样子 那我们也趁这个机会去做一个拓展 做适配 那我们认为在明年的这个时候 应该可以把这整个生态力组织建起来的样子 好的 感谢您的解答 那我们在那个发布会正式开始之前 也有受到粉丝对于这场直播的一些疑问 他的提问就比较专业了 他有说到针对NVMe RAID的晶片方案的话 NV固态硬碟界面目前已经发展到PCIe 4.0 读写速度也超过了7000兆每秒 那这是否会对外部NVMe存放装置 组件RAID带来技术上的挑战 那PCIe 4.0固态硬碟 已经超过目前雷电和USB4技术所能提供的频宽 是否意味着外部NVMe RAID的功能 将主要集中在RAID1和RAID5支持上 那GenMicrons是否有计划推出类似 Highpoint SSD 7140的内部NV RAID0方案呢 这个问题很专业 我慢慢讲 就我们的角度来看 用硬件的方式 在PCIe上面组位 其实最大的困难就是硬体加速的架构设计 还有你要把各个IP在芯片里面做交通 我们讲交通的管理 交通的管理 还有BUS的这些管理 这个是最难的 而且如何在设计 除高速的内部BUS跟硬件加速架构 这真的是很大的条件 目前类似这种高速的这种RAID产品 大概都是吃PC端的CPU资源 我们讲的大概是软位 如果要全部要做到外接 巧结芯片的固件或是硬件里面的话 整个硬体架构设计就要升级 我们其实也做到 就是刚刚我们研发处长讲的 就是那颗586 ZMS 586 其实我们就已经实现了 这颗芯片 我们基本上是支援RAID0跟RAID1 还有所谓的Z8 这个是比较基本的 基础的RAID 这个可以提供使用者使用外接式的PCIe固态硬盘 或是固态SSD 做RAID 这个主要是做资料保全 或是容量过程的功能 这个是指基本的 我们还有一款 应该是明年左右 明年此时应该可以推出 591或59X系列的 这个就是多盘位的RAID 基本上RAID1以后 RAID5、RAID10或RAID6 其实这种客户不是属于企业型 或行业级别的客户 他们对于资料备份或安全或是保存的要求会特别高 所以我们下一颗这个东西出来 我们一起去应对这个市场 其实类似的芯片 其实我们有一颗算是比较 已经卖了10多年的产品 叫39X系列 不过那个都是SATA介面 SATA2介面 我们下一颗出来就是SATA3介面 至于提问到 所谓PCIe 大冷量固态硬盘 我们讲的PCIe的RAID 存RAID这种东西 因为其实我们认为 现在PCIe的SSD它还是属于 特别是大冷量的 它的价格 跟一般SATA传统硬盘 它价格还是差很多 它会是主流 但是不会是这一辆的 所以我们认为 现在这个芯片 大概只要能够支援到SATA3的SATA硬盘 或是SATA SSD 对于整个终端的价格 它能够接受的价格 它还是比较 价格上面还是比较能够接受 然后以整个市场主流的发展 它在这两年 甚至三年之间 大概都还是主流 所以我们的59 接下来明年会出版的59X系列 就是针对这样的市场 在做设计 好的 这位朋友还有说到 目前USB4规范囊括了Thunderbolt 4 和USB3.2 Gen2乘2 两种技术 前者已经应用在 英特尔Tiger Lake 笔记型电脑当中 后者则将从明年的Rocket Lake 开始提供原生支援 请问 Gmicron是否有计划开发 使用Thunderbolt 4的 40G每秒的移动存储方案 相关产品大概会在什么时间开始呢 就我们的理解 其实USB4 我们讲USB4 40G 它其实就是把 USB40G 跟Thunderbolt 部分 我们选择功能 把它包进来 这样子 并且它可以向下间 在那种USB之前所有的协议跟规范 那 以规格来看的话 USB4的规格真的很好 很快 40G 但是 它能够应用的地方很多 这样子 那 从 智维的角度来看 我们看到的是 这是 必走一条路 所以 我们已经 正在进行的是 晶片的相关架构 跟 IP的准备 这样子 我们讲的就是File 40G的File 这个部分 我们在做 那至于要做成什么样子的产品 那 智维的团队还在做 还在做一些钓鱼 这样子 因为从外接存储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会面临一个很现实的状况 就是 当我把40G的频团打开了 后面接一个PCIe的SSD 它的容量要够大 它也要到相对应的速度 这个频宽才可以被用到 这是一件事情 从规格面来看 从实用场景来看 一般的消费者 他用到这么快 OK 所以 这是我们在思考的问题 这样子 那 至于 我们如何 何时可以把它 实现芯片的产品化 这样子 我们在 接下来的 应该说明年 我们会有个比较明确的路线出来 但是在技术上面的 研发 我们也在进行 好 那我们也期待一下 好 这个朋友 还有最后一个疑问 他是针对我们这次发布的新品 GMS581 他说他很高兴看到去年新品的发布会上 首度亮相的GMS581 原型机已经发展成为成熟的解决方案 他有个比较奇特的想法 就是说 既然GMS581能同时支援SD7.1 CFASC CF Express PCIE SATA 诸多存储界面 那么有没有可能利用GMS581 在这些存储界面之间 进行一个及时的转换 比如说他有一个CF Express的存储卡 想把它转接到SD7.1界面的设备上使用 JMS581能实现这种跨界面的转接吗 我们再讲清楚 581它能做什么事情 581它的上行接口就是一个USB 10G 下行接口有好多 有PCIE 有SATA 有SD7.1 等等之类的这样子 我们的功能是除了我接PC 接PC可以认到这所有下面的接口之外 我当不接PC的时候 这下面的接口之间都可以互相拷贝 互相克劳的样子 这个是我们在当初设计这个芯片的时候 我们已经预想好的一些使用场景 也就是说假设你有一个CF Express卡 或CF卡 我要拷贝到PCIE的SSD里面 或是说我要拷贝到SATA的硬盘或SSD里面 或是我要把SATA的硬盘的资料 拷到PCIE的SSD或PCIESSD里面 或是说我们PCIESSD 拷到SATA的SSD或SATA里面 这些都是通的 都是可以互相克劳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产品的最主要的特性 所以我认为这个提问应该是可以的 这是另外的提问 好的 谢谢林副总的专业解答 因为时间的关系 如果有其他的问题 可以在我们的单诺中留言 我们会收集同一回答 再会后会同一反汇给大家 我们的直播到了现在 就要送福利给大家了 还是有讲互动 大家还在提问是吗 我们的小助理记得说一些好问题 好 我们接下来问第一个问题 我们的JMS581系列 包括JMS581在内 总共有多少颗呢 这位朋友说抽你抽你 那你赶紧回答一下 弹幕可以刷出答案来了 对我们的抽奖环节来了 一共有多少颗呢 包括JMS581 有人刷的就是跟风说四是吗 答案是错的哦 对已经有正确答案出来了 正确答案是三颗 这次我们送出十个充电头 我们分两次抽奖 是三颗芯片 是三颗芯片 对你答对了 恭喜你 我们倒数三颗数 你抽奖 三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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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恭喜 B-I-L-I-J-E-C-Y 这位朋友 等一下 那个 其实是四颗 不是三颗 是吗 对 再次 其实是四颗 是包括JMS 这边是581 581 581 B 581 SD 跟581LT 有四颗 那就是不包括JMS581 是三颗 对 不包括三颗 不包括是三颗 那我们更正一下 包括JMS581 是四颗 不好意思 我们的客户都不用专业 不包括是三颗 包括是四颗 就是这一个系列里面是一共四颗 我们重新再刷一次弹幕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四颗 对不起这位熟悟大神 好 我们重新刷一次 我们还是抽五个朋友 好 三二一 恭喜这位Jerry2020-0810的朋友 还有下一位同楼衙门 第三个是BILI8721-2070929 下一个OHO 下一个是JEYI加E 恭喜以上朋友 获得了我们送出的充电头 为了弥补我翻的错误 我们再抽一波 好 不包括JMS581在内是多少颗 不包括是多少颗 不包括是多少颗 好 已经有正确答案出来了 三二一 好 好 我们从后面开始吧 恭喜这位小小龙成都路的朋友 下一个是BILI91156544831 这位朋友又中奖了JEYI加E 然后下一个是BILI18303402240 不对这是错的 这是错的 核专心科技 好下一个是 我爱新媒体 好恭喜以上朋友 可以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 充电头2015 加一是雷总吗 加一是 又中奖了 对恭喜你又中奖了 好我们下一个问题开始 这次我们送10个笔记本 一个套餐吧 好 这个问题是 请问全功能的JMS581支援上楼端口是USB 那下楼支援是哪三楼规格 这个问题好专业 大家听了的应该可以回答 充电头2015加表微信吗 是拼音奥充电头2015 有正确答案吗 有正确答案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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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A6G每秒 还有SE7.1 这三种 大家都很棒 我们来抽奖吧 321 恭喜这位Vegakang 这位朋友答对了 还有下一个是 何川新科技 第三个是 BILI55208919800 第四个是 西纸红金宝 第五个是 BILI55208919800 恭喜以上朋友 获得了我们送出的奖品 这次我们送出的是大礼包 中奖的朋友可以添加小助理的微信 充电头2015 我在弹幕中刷一下 大家可能加不上是吗 一共是三种规格 小助理微信 加不了吗 充电头2015 那我们再抽一次 再抽一次 那我们就直接写三种规格好吗 下游支援三种规格 刷三就可以了 我的弹幕还没有更新 对三种规格 我们送出的是笔记本大礼包 三种规格 同样也是抽五个 好 3 2 1 3 2 1 好 恭喜第一个是 BILI55208919800 好耳熟啊 第二个是麦麦土豆 第三个是单身爽飞 第四个还是嘉义 第五个是 Iii900 记得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哦 充电头2015 好我们下一个问题 JMS581系列有一颗是专门最新的SD7.1 读卡器解决方案 请问它是什么呢 编号 对编号写编号就可以了 有课代表刷出正确答案吗 JMS581D 有人刷出正确答案了 JMS581SD JMS581SD 雷总你说错了 第一次PCIe考SATA的样子 雷总这样不行 抓住漏洞了 好我们正确答案已经有刷出来 JMS581SD 对是SD 好我们这次送的是充电头 送五个 三二一 哇这个恭喜第一位朋友麦麦土豆 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 Hello早安 第三个是我爱新媒体 第四个是那个Jerry 然后后面是2020 0810的朋友 第五个是 第五个是允星Meteorate 就是这五位朋友 大家还想要吗 还想要的话可以继续刷 我们再抽一波 还是送五个充电头 JMS581SD 恭喜你中奖 Hello早安 嘉义是雷总是吗 他说他想要 那我们的雷总 带头先刷出正确答案吧 刷出来了 刷出来了 好的 好我们再抽一波 三二一 好恭喜这位II900的朋友 请记得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充电头2015 领取奖品 好我们来最后一个问题 JMS581有支援Mati Run功能吗 这题目很难 很难大家 但是答案只有两个 一个叫有一个叫没有 大家直接在弹幕中刷起来吧 今天这个人又要支援 大家都很厉害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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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刷出正确答案来了 我们这次送多少个吗 怎么领取 怎么领取 充电头2015小助理的微信 大家刷弹幕就可以了 有 好那我们就来抽五个 三二一 我们这次送的是充电头 第一个朋友是EILI05208919800 第二个是福宣电子Jill 第三个是我爱新媒体 第四个是最晕的Tony老师 第五个是何川新科技 都是老面孔 恭喜 舅哥 又有认识的 好的 那我们再来一步吧 看大家还没有完够 这次我们送 有十个吗 送十个吧 一次性送十个 前五个是送充电头 后五个是送 我们的笔记本大礼包 大礼包 好 大家在弹幕中刷YES吧 有支援吗 YES 全部送充电头 可以 那我们就全部送充电头吧 好 大家刷YES YES 弹幕全部刷出来 我们就一起 好 三二一 好 恭喜第一位朋友 黄奔的狮子来了 第二个是outlets 是这样读吗 第三个是卖卖土豆 第四个是卖卧 第五个是一树林 好 第六个是 BILI55208919800 下一个我爱新媒企业 下一个咖啡无眠 就多少个 12345678 第九个福宣电子就 有座 最后一个是允星 那个什么Meteorite 好 恭喜以上朋友 记得添加小助理的微信 充电头2015 卖卧是高总吗 来 回应一下我们林副总 卖卧 对 恭喜你又中奖了 大家还想要奖品吗 大家还想要奖品的话 我们可以继续再为大家 抽一波奖品 想 好 那我们 那我们 那我们打 今天日期 11月12号 1112 微信是充电头201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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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待会儿会通过的 1112 好我们抽五个 321 恭喜第一位 杭书 第二个是 BILI91156544841 这个是错的 112 第三 第二个是 未来七年 第三个是 一树林 第四个是 我爱新媒体 恭喜以上五位朋友 获得了我们的 大宇宝 那我们再送 五个充电头 是打算的 把它全部送出去 那我们这次 什么关键词呢 林副总来出一个 这个很难 如果大家有一开始有看 从头看到尾的话 智维科技董事长的名字 这个难 这个也不难 大家都看了 英文或者是中文都可以 对 这个在夸我们之微科技 哇有答案出来了 厉害 好 大家刷起来吧 大家都是忠实粉丝 好 我们送五个充电头 三 二 一 好 最晕的 Tony老师 第二个是 福轩电子 第三个是 我爱新媒体 第四个是 张萨萨 第五个是 BILI55208919800 好 恭喜以上 朋友 获得了 我们的充电头 好 我们还有一些奖品呢 也没有送出 我们在会后呢 会发布一篇文章 然后大家可以在 下面积极的留言 我们也会进行一个抽奖的 那不知不觉 到了现在 我们今天的发布会 也已经接近了尾声 那我们的林副总 有什么想跟大家 再说一下的吗 非常谢谢各位 今天热情的参与 今年真的大家都不容易 真的是云销飞车的一年 那大家都辛苦 那也很 我还是在强调就是说 大家要撑住 然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成长 一起努力 明年会比今年更好 谢谢各位今天的参与 谢谢 也谢谢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好 相信经过今天的交流 在座的各位贵宾 对于知威科技 接下来的产品布局 以及技术发展 都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那感谢各位贵宾的利林和参与 会后如果有想法或者是问题 也欢迎各位能够随时提出 与我们联系和讨论 希望大家在外接 外接式存放产品上 一起相互交流与精进 最后再次谢谢各位贵宾的利林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此结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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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